12月6日刘晓晴在社交平台分享一组白裙美照并配文 休息间里休息片刻 即使是在休息间 刘晓晴也是嫌不下来 像少女一样摆出各种pose拍照 这童言也是让人很服气 刘晓晴身穿百次长裙 秀出妖娆好身材 乌黑秀发皮肩 早在很多年前 刘晓晴因为身体原因开始脱发 而乐观的刘晓晴戴着假发 依旧经常变换发型 长发短发 马尾变 马花变等等发型 刘晓晴都能轻松下雨 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 这周还是干练短发 下一周秒变长发的画面了 这张照片中 刘晓晴的假发看起来比较明显 不但完全看不到发际线 貌似这假发发质也是不算太好 刘晓晴在休息间拍照 虽然刘晓晴已经不是一线小花 但刘晓晴在娱乐圈的地位还是不错 这休息间也是相当豪华了 刘晓晴特别喜欢浴室 身上的首饰看起来价格不菲 在休息间里依旧捧着浴室杂志反侃